常湿疹的原因是什么? 一、接触过敏物质 重要原因是对食入物、进入物或接触物不耐受或过敏所致 湿疹症状起初出现皮疹、皮肤发红、既致皮肤发糙、脱线 抚摸孩子的皮肤如同触摸在纱纸上一样 二、变态反应、方或身体环境与个体环境 四、饮食方面 在你去餐、不吃海喝的时候团结湿疹的两个小偏方和淘仁帮 中医认为湿疹长因应食湿结、嗜酒或过时希腊刺激心发动风之品 伤及疲惫 及湿疹 经过临床验证 九成以上的人最终都达到了治愈的效果 需要的患者朋友可以上网搜索进行深入了解 湿疹患者的日常护理注意事项 不要去脏抓皮肤 一般人对皮肤痒的直觉反应都是打毛用手去抓 可是你有可能不了解 二、皮肤造痒不能用热敷 四、避免快速的温度变化 快速的温度变化可能是引起湿疹的原因 五、地方干燥的空气 干空气使皮肤痒更加热化 尤其当冬天室内使用暖气时 保持室内空气的湿度应该是患者及家人受限考虑的事项 所以这时你应考虑使用湿气机 而且每一个房间都应该有一个 六、多用水冲洗你的衣物